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佳影片 杨雅哲导演 惠音红 吴可熙 文奇主演的剧情长篇 雪观音 香港的金像与台湾的金马原本是华语电影的两个至高奖项 但自从香港电影黄金时代过去 金像奖每况愈下逐渐边缘化 台湾的金马原本日子也不好过 但近几年 金马逆势而起 破除地狱之剑 既容纳内地香港的作品 也暗暗的力捧本土新人 去年的金马上出现了两部堪称杰作的台湾本土作品 《大佛普拉斯》与《雪观音》 这两部电影谁拿最佳影片都实至名归 让世人知道当下台湾不光有小新星 还有如此力度的杰作 两部作品都是表现当代台湾社会 但视角刚好相反 《大佛普拉斯》是下层的引车卖将者 而《雪观音》是上层的富家大户 本期咱来聊一聊最终夺魁的《雪观音》 这部电影我在公号上推荐过 很多同学希望我做成视频再细读一下 好吧 听大家的 这是一部外表和内核反差很大的作品 看上去它慢慢吞吞 就像在演咿咿呀呀的戏曲 但内核却极为毒辣 《雪观音》是纯粹的女人戏 导演杨雅哲用反类型片的手法 塑造了三个性格鲜明 又深不见底的奇女子形象 整部电影大面积的运用紫色调 紫色是权力的象征 暗示这是一部女性版的权力的游戏 在叙事 格调 节奏等方面 都超脱于套路之上而自成一格 导演安排了一对说书人来讲述整个故事 通过他们的唱词 把电影分成若干个章回 所谓挥一挥金戈铁马 表一表鼓往金来 他们时不时会出来吹拉弹唱一段 就像《红楼梦》中的叛词 提顶接下来的情节与人物的命运 首先是现代 盛堂集团的董事长唐真 在弥陀计划的重启仪式上 很开心的说自己为了今天的盛典 专门去做了一个青花词的一支 这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马上脸色沉重的跑开 媒体通过淳语解读 看出他在电话中说了一句 请救救他 说书人唱词串场 时间来到多年以前 那时候唐真还是个中学生 他有一个大他不少的姐姐唐宁 母亲唐奢月影是某将军的遗孀 唐夫人表面上的身份是一个人脉广播的古董商人 实际上是政商两届的前客 其核心业务是把钱换成权 或者把权变现成钱 唐夫人具有多成的血脉 她港人出身 母语是粤语 跟着军人丈夫来到台湾 无论是文化修养 还是政治智慧 都是人家点 这个人物简直就是为惠英红量身定做的 大女儿唐宁是一个浑身散发着性魅力的女郎 开头她就与两个所谓的远方堂兄在搞三屁 这俩男人从配饰上能看出 他们是军人出身 实际上就是唐夫人豢养的家奴 就在他们快活的时候 小女儿唐真在门口目睹了这一切 这时林翩翩突然出现 吓了唐真一跳 手上捧的礼盒也掉到了地上 林翩翩是农会林主席的女儿 和唐真是闺蜜 她似乎知道唐真与唐宁的真实关系 眼神很不对劲 唐真一开始就像是家里的使唤丫头 端茶倒水沟通内外 她名为唐夫人的女儿 事实上身份远非如此 我会慢慢的揭开 唐真看上去天真烂漫 人畜无害 其实她才是故事里最狠的角色 整部电影也可以说是唐真的成长史 电影的主框架是一个正商勾结的阴谋 里面存在着大量的潜台词 人物关系与剧情都相当的曲折复杂 中央构想出了一个叫弥陀的商业开发计划 有两个地方作为备选 秀山和丽水 唐夫人作为中间人 联络了议长县长 农会林主席 王院长夫人等多方力量 共同来挖中央的墙角 先买下地等计划公布 地价涨了 导手就是几倍的利润 就像唐夫人说的 今天一块钱买 明天一百块卖出去 这么迷人的游戏 谁不喜欢呢 而买地的钱 大部分都来自于农会 他就大约相当于我们内地的银行 农会林主席挪用了30亿的资金来买地 但他本人忧心忡忡 怕事情会败露 唐夫人提醒他 这是一个巴结政界上层的好机会 主要就是指的王院长 因为他是明年主席的热门人选 但同时唐夫人也说 王院长的对手冯秘书长也不能忽视 这样摆明了可以海赚一笔的买卖 王院长自然不能错过 于是王院长夫人作为代表来拜访唐夫人 之前唐真拿的那个礼盒 就是送给王院长夫人的礼物 当打开礼盒的时候 菩萨的手臂却断了 就是之前唐真给摔坏的 气氛一度很尴尬 唐夫人赶紧打圆场 说岁岁平安 菩萨帮院长夫人挡灾了 接下来院长夫人的话就很有玄机了 不过月影 你说挡灾 我会有什么灾呢 这个灾是什么 只有唐夫人一个人心里明白 最后观众会发现 这盘很大的棋 全都是为了这个灾服务 随后众人吃饭 事情已经谈定 话里话外就是最后怎么分赃 唐夫人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让众人相信 弥陀计划会选定在秀山 才好把钱圈来 这就需要一个看起来官嫌不大 却很重要的人物 银剑鼠的孤长官 他自称银海小清流 为了搞定他 唐夫人派出了唐宁 色诱与利诱双管齐下 让他放出消息说 弥陀计划会落在秀山 血观音中大部分的阴谋都不明说 都是采用暗示的手法 唐宁用水字写了个一百 顾长官又加了一撇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一天众人约出来喝茶 唐真与林翩翩 以及家里的马富小伙 Marco在后院玩耍 唐真在用随身听学日语 林翩翩与Marco在里面打闹 两人是地下情侣的关系 这时候那匹叫猫猫将的马跑掉 唐真去追 回来后林夫人问他怎么回事 猫猫猫将感觉的 我去追他 所以你どうした 知不知道 そう 我个人没有帮你 有啊 这段对话极为的重要 随后多次的出现在唐真的回忆里 每次在细节上都有不同 解释了他后面行为的心理动机 还有就是林夫人的表现 他是日本人 请注意他前三句问唐真的时候 都是用日语 当问到最后一句 Marco怎么没和你们在一起 却用的是国语 这样就无形中降低了唐真的戒心 于是他下意识的就把林翩翩和Marco给卖了 而林夫人这个人物也不简单 随后我会讲到 这时候说书人又出来了 交代了一件惨事 农会林主席一家五口 在一夜之间被灭门 只有女儿林翩翩没有死 但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在医院昏迷不醒 无法说话 警察署长介入调查 这个人刚出现的时候一脸正气 拒绝众人要一起吃饭的要求 但转过脸去就跟唐夫人喝酒去了 署长是唐将军的老部下 自然与唐夫人关系热络 这场酒席能看出 唐夫人也可以有非常江湖的一面 署长似乎不怎么关心案情 只有一个廖队长很负责 报告了情况 说案发当晚 有人看到Marco在现场出现 他现在已经失踪 警方怀疑他是为擒杀人 Marco就成为了最大的嫌疑犯 唐真去医院看望林翩翩 并小声对他说 他很好 你放心 这个他就是指Marco 原来是唐真把Marco藏在了花房里 这时候导演给了Marco一段闪回 交代他看到的命案发生经过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那个银剑鼠的孤长官死了 警方说是自杀 但家属不依不饶 说肯定是他杀 并找到了唐夫人 让他为孤长官名冤 此时有一个记者爆料 说秀山有环保方面的问题 开发计划被暂时搁置 这个爆料的记者 就是唐夫人安排的 由此利水就成为了 更有可能的开发地 但大家的钱都被套到了秀山 这也是孤长官之所以会死的原因 许议长很火大 就派人把他做掉 让家属这么一闹 议长也深陷其中 这一切都是唐夫人在幕后全盘策划的 他之所以要爆出丑闻 就是想让中央 把弥陀计划改放在利水 因为他之前已经拿了那30亿的资金 以唐宁的名义 去偷偷的买了利水的地皮 这样他就可以坐拥最大的利润 就算是事情败露 也只会查到女儿唐宁 与其他不相干的人头身上 他自己可以稳如泰山 这一招真是毒辣 毒辣到连自己的女儿 也可以出卖 你养我看看 你手流血了 你要妈妈看看你了 你妈逼 反正我是废了是吗 妈 我是不是你的名牌包 从小让你连在身上 到处去展示 现在就我就换一个新的 对吗 你好累哦 唐宁的话 透露了故事中的一个大梗 唐真并不是唐宁的妹妹 而是她的亲生女儿 唐夫人为了顾全家族的面子 或者说让唐宁可以继续当交际花 就把外孙女变成了女儿 这件事情 其实圈子里的人也都知道 开始王院长夫人 刚见到三个人的时候 轻描淡写的说了这样一句话 她刚开始说的是一家三代 后来又说是三口 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表面上看起来 唐夫人搞这一堆事 是为了巨额的利润 其实这只是最浅层的目的 她的最终目的是要扳倒王院长 让她的情夫冯秘书长上位 权力才是她追逐的那个终极果实 一切都如她所料 王院长因为也参与到了炒地皮中 再加上农会林主席的命案 王院长深陷丑闻 黯然退出竞选 冯秘书长成功上位 龙生是长官的后位 路遥知马力 我会继续为党 为百姓服务 唐夫人的计划大获全胜 但之前对她言听计从的唐宁这边 却出现了变故 她不想再当母亲的木偶 决定与家奴之一的段翼 坐船逃走 并想带着她的亲生女儿 唐真一起走 唐真最终却决定 站在了外婆的一边 唐宁和段翼的船 在海上爆炸 这依然是唐夫人的安排 但她并没有想到 唐宁会上船 在家里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这时候 林翩翩最终没有挺住 死在了病床上 这是整部电影的最高潮点 但谜底导演在最后 才予以揭晓 一会儿说人物形象的时候 我再说 起托显影的Marco和林翩翩 举行了一场荒诞的冥婚 情节基本就是这样 故事虽然极为复杂 但逻辑上基本是讲得通的 只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比较牵强 就是凶手 为什么没有杀死林翩翩 按理说 杀手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杀死了林翩翩 也一样可以嫁祸给Marco 同时避免了很多 不必要的麻烦 但如果是这样 就没有结尾的那种力量了 我也表示理解 下面我来说一说 这三个女性角色的形象塑造 每个人都是多相度的 极为丰满 让人感叹 人性的深渊 竟可以如此的黑不见底 首先是唐夫人 她在大部分的时间里 都很收敛低调 在一开头 送王院长夫人菩萨像的时候 还挺狼狈 她似乎有些搞不定女儿唐宁 有时候还显得挺委屈 当她与死去官员的妻子对话时 自称是底下人 上面人的事我们不清楚 姿态放得非常低 唐夫人的疗牙是慢慢的刺出来的 当她得知那个廖队长 查出了点什么的时候 为防止事情败露 她专门买了一套性感内衣给唐宁 暗示她去色诱警察 拿住她的把柄 表面上与农会领主席一家 非常的亲近 但其实心里早已经盘算好 要干掉她 因为她是知道自己计划的人 对友军也毫不手软 当电视新闻上播报 大难不死的林翩翩可能会醒过来时 她正在教唐真画画 面对这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唐真显得很慌张 但唐夫人的脸上却纹如泰山 继续画画 说出了一段隐喻与神韵兼备的台词 尽显老辣 这段导演的把握极为出色 就像在无声的杀人 是全片中我最喜欢的一段 当你听到恐怖的声音 只要你勇敢去面对 你就不会再听到 当你面对恐怖的事情 只要你肯面对它 你就不会再记得到 唐夫人说这段台词的时候 用的是粤语 这等于是对唐真的精神培训 林翩翩可能会醒 但孩子你不要怕 你越怕什么 就越要迎头而上 到了故事的最后半个小时 唐夫人才真正的走上了前台 当议长特助在KTV中威胁她时 唐夫人点了一首上海滩 唱得霸气十足 我插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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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议长特助 以为拿住唐夫人把柄的时候 唐夫人放出议长 灭口官员的视频证据 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反杀 这个残隐的镜头 竟显多面女王的本色 你做事不干不正 根本都不入了 找个旧班的 再跟我聊 但唐夫人的形象还不止于此 她的终极目标 看似是帮助冯秘书长上位 嘴上小鸟依人的说 有你就够了 但她绝不仅仅是这个政客背后的女人 有一个细节 当冯秘书长成功后 两个人在优惠 冯秘书长在桌子底下握住了唐夫人的手 唐夫人却马上的把手抽出来 反过来又从上面握住了缝的 这是在说 虽然表面上我是个皇后 以你为尊 但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幕后玩家 是我让你获得了这样的地位 同样我也可以毁掉你 万里长城今上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我才是积业长存的万里长城 而你们这些政客 只是我的兵器与棋子 惠英红的表演实在是没话讲 金马尹后 舍我其谁 第二个是女儿唐宁 她是一个分裂的人物 她是帮凶 同时也是个受害者 唐宁一开始的形象很负面 跟两个家奴三屁 场面上八面玲珑 媚态十足 在银海小青流到宴席上闹事的时候 她抛了几个媚眼 就把事情给解决了 但也正是在那场宴席上 还有挺长的一段戏 是她拿着那个小记者 送给唐夫人的金吊坠 暗自神商 这时歌手正在唱一首歌 歌词就是唐宁的印照 她心里有太多想说的话 却无法为外人道也 尽且落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是母亲唐夫人的白手套 防火墙 开发项目的计划 都是以唐宁的名义展开 三十亿的款也是汇到她的户头 如果出了纰漏 可以随时撇清 我看到有的同学说 不理解唐夫人 为什么会这么坑自己的亲生女儿 其实我觉得也说得通 有一些最重要的是 不能交给血亲以外的人 她必须信任自己的女儿 同时当家族的利益受到威胁 唐宁是可以气掉的 因为唐夫人自信 只要自己没有倒 就永远可以庇护唐宁 即使唐宁看起来倒了 也可以让她不至于翻不了身 唐宁对母亲又爱又恨 她渴望得到母爱 电影中多次出现 她躺在母亲的膝前 有点撒娇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虽然不满 也会忠实的执行唐夫人的指令 但同时唐宁的自我意识也很强 她恨母亲控制了自己的人生 也恨母亲把唐真拒为己有 亲生女儿活活变成了妹妹 她后来的一系列举动 比如酗酒 吃安眠药 都有种自残的成分 就是要残给母亲唐夫人看 时刻提醒她 是你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 唐夫人对唐宁我觉得也是有爱的 她并不是真的想杀死唐宁 她原本只是想杀掉家奴灭口 但唐宁义无反顾的上了船 在船爆炸的同时 唐夫人在屋子里念心经 留下的泪水 我相信并不是假的 唐夫人后来对冯秘书长说过这样一段话 接着同机位便交掉唐宁的遗照 冯秘书长礼貌的一笑 她哪里知道唐女士做出了怎样的狠心 最后一个人物是唐真 文奇靠着这个角色拿下了金马最佳女配的桂冠 这个小演员真是前途无量 你可以把唐真看作唐夫人的一个化身 这部片子妙就妙在 用祖孙两代人来诠释同一个形象 唐真就是少年时代的唐夫人 唐夫人就是长大后的唐真 唐真并不是生下来就狠毒 她的心灵经过了一步步的扭曲 在少女怀春的年纪 她也喜欢上了Marco 但林偏偏和Marco聊天的时候 却取笑她看自己的妈妈和别人做爱 这个秘密所有人都知道 但只有唐真被蒙在鼓里 心中产生的怨恨可想而知 很多次她都用日语自言自语的说 自己很寂寞 她之所以向林夫人说漏了嘴 原因非常复杂 可能一半是无意 一半是因为嫉妒与怨恨 她甚至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唐夫人从小把她放在身边 是想培养接班人 教她全谋之术 唐夫人告诉她 端茶地水的人是没有眼睛和嘴巴的 这次在教她 你可以听可以看 但不要轻易的说 要用最小的代价 获得最大的回报 影片的最高潮 就是唐真杀死林偏偏的一场 唐夫人并没有直接受益她去杀 但唐真这个天生的权谋家 知道外婆的意愿 当唐夫人目睹她对林偏偏见死不救 内心就认定 她可以成为继承者 自己的家族 在这条毒笼的手上 会积夜长青 请不吝点赞订阅 她的场景出现在影片的最结尾 这次躺在病床上的是年迈的唐夫人 也就是在电影开头 唐真在电话中说要医生救救她的那个人 唐真对外祖母的态度 我觉得是无穷无尽的恨 恨她把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恨她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剥夺了自己的童年 扭曲了自己的灵魂 所有的这些恨 都演变成了看似是爱的举动 我要让你活着 痛苦的活着 注意这时候 唐夫人的手猛烈的抽动了一下 她知道这是唐真对自己最后的复仇 所以电影最后一个镜头 导演才会放了这么一句话 这都是一家的什么人啊 表面上的光纤掀开一看 是充满了血污的人性之恶 这部电影真是太狠毒了 除了这三个主角 还有几个细节要解释一下 一就是Marco这个人物 他并不仅仅是林翩翩的情人 在火车上他要强奸唐真时 说了这么一句话 每个老板娘都是这样教我的 每个老板娘都是这么教我的 她口中的老板娘 指的就是包括林夫人在内的 一系列的富家太太 她是一个马夫 只能去为有钱人家干活 所以就有很多富家太太 把她当成男宠 所以当唐真透露出 Marco和林翩翩有染的时候 林夫人才会那样的生气 自己和女儿都跟Marco睡了 这关系可就复杂了 Marco只是富人的一个玩具 可以随时的被丢弃掉 二就是反复出现的那个苹果 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是罪恶的象征物 因为苹果在拉丁语中的 另一个意思就是罪恶 这家子就是带血的根茎上 催生出了三朵带血的恶之花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也许人性中的恶与善一样 都会长命百岁 万年富贵 老牌爵士歌手Billy Holiday 唱过一首叫Straight Fruit 奇异的果实的歌 原本是控诉黑奴制度的 但我觉得氛围歌词 都与这部血观音非常的搭 放一段大家评一评 Southern trees Bear a strange fruit Blood on the leaves And blood at the root Black bodies swinging In the southern breeze Strange fruit hanging From the popular trees 现在是广告时间 关注电影最top的微信公众号 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除了周三与周日的视频节目 还会每周分享院线新片感受 推荐经典夹片与精彩台词 时不时还荒腔走板地聊一聊音乐 不吐槽也不毒舌 安静地看看电影 品品生活 感谢收看吸毒经典 下期咱来聊一聊1999年 由安东尼明格拉指导 马特达蒙与邱德洛主演的 剧情长篇天才瑞普利 其实这应该算是一部恐怖电影 咱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